前些日子我把楼下竞争对手的网吧炸了 就是可惜这些设备啊 如果能让我搬走这就更好了 既然没了竞争对手 就要更努力经营我的网吧了 先立一个小目标 我先挣他一个一 少了个竞争对手心情就是好啊 这游戏机摆歪了 挑一挑 好 开门营业 先来看网吧的员工啊 这个门口呢有个跳舞的吉祥舞 负责招揽客人 还有这个 金色传说 大哥您这枪真家伙呀 再接着就是门口的这个鸡肉猛男 主要负责打击偷到和不给钱的顾客啊 猛将在手 还怕什么呢 就是高端起来呢也有点麻烦 每次顾客来呢 我都有批准他们的订单 作为一个高端网吧 最起码应该把老板解放出来 更好的服务顾客嘛 小小的升个级啊 现在的网吧可以说是全自动高端网吧了 集自动揽客 批准订单 收钱打扫安保余生 我呢就多等着钱进账就好了 哎 我刚说完呢 就看这小东西也在这偷懒 是不是不愿意做事啊在这瞎晃 快瞧瞧 我收到好评了 我喜欢 还是个四星评价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几个小小的游戏不成敬意 买来给你们玩 多来我这上网啊 这位女士 您这是在玩 这可是个好游戏呀 有评委有评委 思索一下 现在的网吧好像都有点三服务 我这个网吧要是没有厨房 是不是显得没那么高端了 而且连基本的洗手间都没有 确实有点掉价啊 扩建 那现在我的网吧也有厨房和厕所了 还有一位小姐姐当送餐员 哇 长得确实不错啊 有人来上厕所了 怎么样 我这个厕所也很 有没有素质啊 拉屎不上厕所啊 除了一些意外啊 网吧已经基本不如正轨了 突然想起来 前几天流浪汉让我帮忙 揍一个绿脸人 说一说话我其实不想 因为这个绿脸人 现在就在我网吧里边上网 他现在是顾客 顾客就是上帝嘛 但是想到之前请客大哥 一言不合就炸了一家网吧 只要把他揍一顿 我的网吧就能安全 所以绿脸哥对不住了 先把他钱收了 然后 哎 你要去哪啊 不是 本来我还心存怜悯 结果你拉屎也不冲水 哎呀 现在看着好兵越来越多啊 我是真高兴啊 只要有钱嘛 什么都好说 我富裕了 那大家都受益啊 稍微装修一下 两个字 气派 谁不想来我这网吧上网啊 不过 再气派的宫殿 也藏有阴暗的角落啊 还是刚刚那个厕所 拉屎不送水就算了 还有直接拉地上呢 开个门 正在抱着是很难吗 就算很难了 拉在地上也就算了 这个拉的洗手 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能不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拉的 打扫完这个厕所啊 今天晚上的晚饭 我是没胃口吃的 没过多久啊 这流乱汉又给我拍任务了 我说你们有啥事 不能自己干 谁要使唤我呢 这一次是让我把右盘 给一个公司的经理 还穿着白色阴尾服 正上流 但是找到这个经理了吧 这样子他也不像经理啊 哎不是吧 怎么回事 我就去送了个东西 吉下午墨鱼是吧 走得还悠哉悠哉的 你这个工作态度啊 很想我网吧的口碑啊 你不努力招揽个人 我怎么有钱哭进二楼嘛 话说我还挺期待 深究后的网咖是什么样的 下期就给你们看看 深究后的网咖 那么我大老师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